航母到底有多难造 一根绳子值150万 目前国际上只有两国能造 航母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称号 那就是吞金兽 航母上花钱就好像是在吞金子一样 比烧钱的速度还要快 不仅仅是制造的时候才花钱 后期在养航母的时候也在花钱 美国的一艘福特级航母制造成本就在130亿美元左右 这还不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装备 以及整个航母舰队的装备 而美国的一架F35战机就在1亿美元以上 一架F22战机就有2.6亿元左右 而F35战机很有可能会成为 他们航母上常备的舰载机 所以一可以说 航母上各方面都是需要投入大量资金的 而航母上很多装备都是有一定的技术才能制作出来的 例如航母上的甲板能够承担的 十几吨重的舰载机从天而降砸在上面 这足以说明这甲板的不凡 而目前国际上能够独立制造出航母甲板的国家并不多 印度的甲板都是直接从国外购买的 前段时间有新闻爆料 说航母上的阻拦索美国售价150万一根 阻拦索的确是一个非常具有技术含量的装备 目前国际上只有两个国家能制造 一个是美国一个是中国 苏联当初自然也是能够制造的 不过他们的技术传下来 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没有再次应用过 所以不能肯定他们到底能不能造 由此大家也能够认识到 这航母到底有多难造了